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表现荒强走板 一力一修政策冲击 同性恋婚姻合法化 所谓前瞻计划 司法改革都充满争议 这是系统性的并发症 最重要一个因素就是 拼经济的表现 人民高度不满 第二个是两岸关系持续紧张 又看不到出路 第三个就是林权内阁的表现 让高比例的民众不满 游盈龙表示 最可能在短期内扭转民调数字的 只有行政机构改组一条道路 但这又是蔡英文不愿意也不想做的 因此蔡英文的声望 短期内也不会提高 好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台湾媒体 今天还有哪些方面的观察和评论 我们来连线一下 本台的驻台观察员卢强 卢强把时间交给你 好的小丽 台湾民意基金会在岛内是偏绿营的 那么昨天这份民调说蔡英文的声望 满意度降到只有29.8% 创了上任以来的最低 不赞同其领导方式的人高达50% 另外出席记者会的台湾成功大学 政治系教授梁文涛表示 蔡英文声望比起去年5月刚上任时的 69.8%是大幅下降 那么这一次蔡英文的民调 已经跌破民进党支持者的基本盘 是非常严重的警讯 我们来看今天旺报观点 回归经济人民才买单 文章说蔡当局一年多来的施政成绩 可以说是惨不忍睹 经济衰退 民生物价高涨 那么最近更是因为一次台风吹倒电塔 让蔡当局不缺电的神话 一下子就破灭了 一粒一休 让企业和劳工都不满意 所谓前瞻计划及司法改革都引起抗争 更严重的是 两岸原本和谐的关系硬是被扫进冷冻库中 两岸官方不再往来 路客锐减 影响层面困广 这都在显示蔡英文的能力不足 不仅如此 一年来 蔡当局还强势的推出所谓去中国化 不但以各种方式打击国民党 台文化部门和教育部门更伸出黑手修改课纲 意图将台湾与中国文化切割 试图通过政治操作来达到将台湾人不同于中国人的目的 对此 台湾民众已经逐渐看清蔡英文及蔡当局 只看重政治层面上的操作分离切割 却不管民众的生活和经济民生 如果蔡当局再不回到两岸和平交流及民生经济为重的轨道上 天天只在政治算计如何永久施政 反而会让台湾民众拉下台 那么同样是在昨天 台湾民意基金会所发布的民调显示有近七成的民众表示 欣赏柯文哲 民调分析指出台湾人对柯文哲的欣赏是跨越性别 年龄省级教育各种职业以及政党 而有意思的是也是在昨天 英系智库台湾世代智库也发布了民调 表示岛内民众对民进党是否与无党籍台北市长柯文哲再度结盟 看法不一 有百分之四十八点六的民众认为民进党应该推出自己的2018台北市长候选人 这也被外界解读民进党用民调来说是可能有意为2018台北市长选举呢推出自己人来做准备 好的 以上是我今天在台北的观察把时间交还给福州 好的 谢谢卢强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据台湾媒体报道 所谓台美最高层级安全对话蒙特利会谈被曝已在美国夏威夷举行 这是特朗普政府上任后首度与蔡英文当局举行的所谓最高层级安全对话 但对于会谈的内容双方严格保密 据台湾媒体13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 蒙特利会谈已于10号至11号在美国夏威夷举行 地点与去年相同 与会者包括台湾安全会议副秘书长陈文正 台防务部门副职负责人蒲泽春等多名官员 美方人士则有美国太平洋司令哈里斯 美国赛台协会主席莫剑等 至于外传台湾方面会在蒙特利会谈中提出购买F35战机的问题 消息人士透露 美方已多次向台湾表达不太可能 该人士评估可能原因有二 一是中国大陆已向美国清楚表明死为红线 二是美国认为台湾根本不需要 末见7月在华盛顿智库的一场研讨会上 被问及有关台湾购买F35的问题时回答说 得由台湾当局决定提出哪些需求 F35造假昂贵 后续维护不义 尚待双方讨论 据悉蒙特利会谈为所谓台美之间的战略会议 是最重要的安全对话 早在上个月的26号 岛内各界就已传出 会谈将于8月中旬举行 不过时间地点都保密 蔡英文办公室发言人对此既不证实也不否认 称对于这类没有消息根据的内容 一向不评论 据台湾媒体的报道 为了打下2020胜选的基础 即将接任国民党主席的吴敦义 已经对党核心目标下达2018不惜一切一定要赢的指令 党内人士表示 吴敦义将会用最柔软的身段 请出最适合的人选参选县市长 据了解 吴敦义日前与朱立伦会面双方达成共识 2018新北市长参选人提名将尊重朱立伦 因此在吴朱合作的情况下 朱立伦历见的侯友宜出现几率高 吴敦义上个月到新北市三峡出席感恩参会时曾表示 2018选举六市中要力保新北市不丢失 然后争取其他县市 由律转栏 全力争取2018年胜选 为2020年选举打下扎实基础 国民党党内人士表示 吴敦义给自己设定的目标 就是力保国民党现有的县市不失 在嘉义市等地寻求翻盘机会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 吴敦义会用最柔软的方式 把最有胜选机会的人劝出来 因此吴敦义才说 在台北市要找出有创意的人选 也有国民党党内人士说 由于台北市长台南市长的人选 目前还混沌不明 因此也有可能借由市党部主委直选 先炒热气氛 看看能不能带动2018市长的选情 随着2018台北市长选举脚步的逐渐逼近 国民党究竟要派谁角逐台北市长 备受外界的关注 国民党集民代蒋万安日前被点名 希望成为台北市长选将 而蒋万安14号 拜会国民党台北市议员 引发外界联想 是否有意参选台北市长 蒋万安14号突然悄悄现身台北市议会 更逐一拜会国民党台北市议员 甚至还向当天生日的台北市议员陈永德 祝生日快乐 引发外界联想 是否有意参选台北市长 对此蒋万安表示 到台北市议会是因国民党中央委员将选举来向前辈请议 至于是否有意参选台北市长 蒋万安则回应 目前还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与规划 蒋万安表示 媒体点名很多优秀人选 不过最重要的还是要回归党中央的规划 包括正式评鉴民调及初选机制 透过该机制推选出来的人选 国民党也会全力支持 今年五月 蔡英文办公室爆出女武官遭到那位随护性骚扰 在接到申诉后 蔡办依规定由性别平等小组成立项目调查 两个月后结果出炉 除以被申诉人得上八小时的性别平等教育课程 但据了解 该随护不满指控情节模糊 让她名誉受损 还调离蔡办 以打算提申付并控告女武官 历经两个月的调查 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室 首宗性骚案件结果出炉 因为陈姓女武官认为 自己有不舒服的感觉 所以杨姓前那位随护 被要求要上八小时的性别平等教育课程 被申诉人也已调离蔡英文办公室 不让双方有见面机会 但是这样的处分据传 该前随护相当不服气 直言被控性骚扰情节模糊 所以将提请申付 还要控告女武官防害名誉 据了解陈姓武官指控 杨姓前那位随护 曾拍打她的车窗 不过调阅监视器后 发现其实杨姓前那位随护 离车子还有段距离 另外被指控 在厕所前拦人拉扯一事 监视器画面 虽然看到了该前随护 驱前试图攀谈 但是仍然保持距离 而据了解 这名前随护之所以这么做 其实是想了解 为何这位跟他有业务交集 关系不错的学姐 突然关系生变 这是以最高的标准 严查不法 不往无中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 国际方面的消息 我们来看多起袭击事件 布基纳法所首都瓦加杜谷市中心 一家咖啡馆 13号晚间遭到武装分子的袭击 造成20人死亡 法国首都巴黎东北交赛索尔市 14号晚发生了一起 汽车冲撞披萨饼店的事件 造成一人死亡 十余人受伤 此外 俄罗斯在14号当天 执法人员挫败了数起 针对莫斯科的恐袭阴谋 并逮捕了四名 企图发动恐袭的恐怖分子 布基纳法所政府14号称 位于该国首都瓦加杜谷市中心 一家咖啡馆 13号晚间遭到武装分子袭击 造成20人死亡 其中包括两名袭击者被当场击毙 布基纳法所政府通信部长雷米 当吉祐表示 安全部队对恐怖分子展开的 青角行动已经结束 目前安全部队正在对附近的房屋 进行搜索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14号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 谴责13号发生在布基纳法所首都 瓦加杜谷的恐怖袭击事件 重申联合国对布基纳法所打击极端主义 和恐怖主义的支持 据法国媒体报道 14号晚间近22点 一辆轿车冲入一家披萨饼店的室外用餐人群 造成一名13岁女孩当场死亡 至少十多人受伤 其中四人伤势严重 法国内政部发言人证实 肇事者是一名32岁的法国籍男子 已被警方逮捕 目前还无法证实这一事件是否为恐怖袭击 事发后 警方对现场进行封锁 并通过社交媒体要求无关人员 不要前往现场区域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4号在官网发布消息说 执法人员当天挫败了数起针对莫斯科的恐袭阴谋 并在莫斯科郊区逮捕四名企图发动恐袭的恐怖分子 消息说 一个恐怖团伙密谋利用自杀式炸弹袭击 和大威力爆炸装置 对莫斯科交通设施 大型市场和购物中心等人员密集场所发动恐袭 四名落网的嫌疑人中 一人是俄罗斯人 三人来自中亚国家 据初步调查结果 几名身处叙利亚的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高层人员 参与策划这一系列恐袭阴谋 北国总统特朗普14号暂时从度假地新泽西州返回白宫 就12号弗吉尼亚州发生的白人至上骚乱发表声明明确谴责种族主义白人至上主义和新纳粹分子 特朗普说种族主义是邪恶的 那些以种族主义名义引发暴力的人是罪犯和恶棍 他们包括3K党新纳粹分子 白人至上主义者和其他仇恨团体令人憎恶 特朗普还表示 以偏执的理由传播暴力是对美国核心的袭击 特朗普在骚乱当天发表声明说 多方都表现出令人震惊的仇恨偏执和暴力 由于为明确谴责白人至上主义者等极端右翼群体 他连日来受到来自民主共和两党和媒体舆论的巨大压力 12号多个白人至上主义团体在夏洛茨维尔举行集会 并抗议他们的人群发生冲突 骚乱中罕见的出现大量纳粹和3K党标识 示威者喊着右翼和反右口号 当天下午20岁青年詹姆斯·菲尔茨 驾车冲撞抗议及右翼集会的人群造成多人死伤 这场骚乱震动全美 美国司法部官员14号说 司法部已就夏洛茨维尔暴力事件展开仇恨犯罪调查 当天被控二级谋杀等罪名的菲尔茨出庭并被拒绝保释 他来自俄亥俄州在一家保安公司工作 每月薪水不足1500美元 菲尔茨在庭上表示自己无力负担律师费用 法官为他指定了律师 欢迎回到海峡五报或是小丽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 来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其他消息 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市摄政区 14号清晨因强降雨引发洪水和泥石流灾害 导致大片房屋被埋 目前已经有超过200人遇难 灾害发生时 大部分居民正在家中睡觉 不少人未能及时躲避 目前该区域已经被封锁 政府出动军队和警察前往受灾地区进行救援 由于天气恶劣且道路受阻 救援行动进展缓慢 随着救援的推进 预计遇难人数将会进一步上升 6月到9月为印度的季风季节 近日该国多个地区遭受暴雨袭击 山洪河泥石流灾害频发 多所民宅被冲毁 据印度警方14号消息 印度北部西马席尔邦两辆巴士 13号凌晨遭遇山体滑坡冲击掩埋 目前事故已经造成46人死亡 多人受伤 此外印度阿萨姆邦也遭洪灾肆虐 死亡人数已经升至99人 也门正面临全球最严重的祸断疫情 世界卫生组织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 自4月底疫情迅速蔓延至今 疑似感染人数已经上升至约50万人 近2000人因病致死 长期的武装冲突严重破坏了也门的水利设施 数百万人无法获取清洁饮用水 主要城市垃圾遍布 居民卫生条件极度恶化 战争导致医疗设施和服务长期短缺 世界卫生组织呼吁冲突各方 尽快通过政治途径解决纷争 也门人民已无法继续承受疫情摧残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龙货运飞船 14号从佛里达州升空飞往国际空间站 这是该公司最后一次使用全新的 第一代龙飞船执行货运任务 当天发射飞船的猎鹰九火箭 又一次成功回收 目前该公司正在研制第二代龙飞船 它将不再只是运货 更重要的是能够运送美国宇航员 往返国际空间站 从而帮助美国摆脱对俄罗斯飞船的依赖 欢迎回到海峡五报 我是小丽 带您继续看新闻 中央赋予福建平潭综合实验区 中国福建自由贸易实验区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 福州新区 福夏全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国家生态文明实验区 这六区叠加政策 福建立足区位优势 大力推动重点区域合作 为了全面了解 宁台融合发展现状 两岸媒体聚焦 闽台合作六区巡礼联合采访活动 14号在福州启动 众所周知 作为两岸交流合作的先行先市区域 福建与台湾融合发展 依然砥砺前行 2016年福建批准台制项目 1400多个 同比增长是超过了50% 这良好的发展势头 吸引着两岸记者的目光 日前福建省自贸办公布了 福建自贸试验区第11批30项创新举措 福州片区13项 其中全国首创五项 涵盖国际贸易单窗口信用保险服务 设备与材料的异地租赁 生产工艺流程 VR在线 关起共享平台 跨境人民币 反向风险参带 海关税收 同业联合担保 至此福州片区共推出11批创新举措135项 其中全国首创38项 创新举措数量居三个片区首位 全国第一个物联网开放实验室 中国福州物联网开放实验室成为记者采访的一大亮点 这里致力于成为全球物联网行业标准主导者 以及物联网真实场景应用模拟的先行者 并为产业提供物联网一战式端到端的解决方案 福州物联网开放实验室的顺利启动 标志着福州物联网产业站在了新的发展起点 将进一步增强福州在物联网标准制定 技术创新 产业应用 人才集聚等方面的核心竞争力 此次两媒体聚焦敏开合作六区巡礼联合采访 以福州自贸片区为起点 六天的行程 围绕着两岸财经为主题 聚焦两岸经济融合 精彩值得期待 旅行夫妇张兴宇梁洪被贴上 荡气千万身家环球旅游十年 在北极求婚 在南极结婚等各种标签 而受到了外界的超高关注度 其主创的网络户外计时真人秀节目 思路行者旅行 今晚首灯东南卫视 旅行夫妇张兴宇梁洪主创的户外计时真人秀旅行 已经成为一档现象级节目 他们倾其所有 开着自己改装过的车辆 重走古丝绸之路 穿过巴基斯坦 阿富汗 伊拉克 叙利亚等多个被战火笼罩的国家 并通过镜头记录了下来 他们在网络上累积了大量的粉丝 与超高关注度 创下同类节目的最高记录 今晚21点20分 电视版的旅行3 更名为思路行者旅行 将登陆东南卫视 好的 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更多资讯 您还可以关注海嘉新干线 官方微博和东南卫视 官方微信 我是小丽 我们明天中午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